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路过这里看到有个粥店的 喝粥吧 有螺丝粉 螺丝粉 螺丝粉 来柳州不吃螺丝粉 然后去喝粥 那就去喝粥呗 然后有店 我们两个每次来柳州 如果说逛街的话 就除了狗市 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去 没有地方玩 又没在这里 又没朋友 对呀 问题是也不怎么熟悉 我们就在 就熟悉渔风区 渔风区就这里好玩点 没 你不要转我 让我跟你走的 叫你就躺下 不嫁给你就不得了 走 不多人啊 走很贵啊 走有多贵呢 看一下 哦 它是那个粥底的那种 哦 这个位置挺好的哦 靠近马路边 然后呢 对面就是河边 是吧 对面就是那个柳江 老板娘来了 这个观景台挺好的 五米 什么样的 五米锅 这个还没有米的 这个是没有米汤的吗 对 你够地选了吗 没有 他没选够的 卖新汉的 卖新汉的 不贵啊 十几块钱 嗯 十几块钱 对 你要什么 都可以 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我知道为什么这两年我长胖了那么多了 为什么 你晚上比我还能熬 我一般都是一点多就我 我就困了睡觉 你一般都三点钟才睡觉 我要改变我的作息 嗯 吃啥 吃啥 你看看 这里是多少钱一排 它分别的 什么颜色别的 那我又知道哪个便宜拿来 上面有啊 上面 上面有碟子 那里 看到吗 黑碟别拿哦 黑碟 没看到有黑碟 哦 这个是黑碟 黑碟它是炸料的 很多料都里拿 素粥哦 对啊 我就想吃点素的 借菜 借菜 借菜粥 我去外面捡都不要钱的 是不是 我们在外面捡那个白花菜 都不用钱 你觉得好吃吗 这个 啊 一般 上次跟你吃的那个好吃 你 上次跟你吃的那个好吃 在哪个 上次在谷布小镇吃那个小锅的 我都没跟你吃过这个 哪一桌我都没吃过这个 吃过好不好 一个小粥 一个小碗 啊 你是跟哪个男的先 就是跟你 我记得就是跟你 还有小莲 小莲都没有 我都没跟小莲在这边吃过东西 还有表哥 我都没跟你表哥一起来过这边吃东西的 对啊 停车在副一楼 从停车场走上去的 我不记得 至于自己忘记了 我不会忘记的 我吃过我肯定记得了 是不是 你是跟哪一个男的 你说嘛 你忘了你就忘了 你还赖我了 我发现你 你是跟 你是吃过两次 一次是跟炮哥 还有一次是跟 你说是跟我是吧 对啊 我都没跟你吃过 到底是跟哪个男的吃的 怎么可能就是跟你 我吃过我肯定有印象了 是不是 你这死不承认 跟别人吃 你自己不记得了 跟别人吃了 然后呢 也古不接 古不接我肯定知道了 古不接 你不晓得在那里 我的朋友在那里吃过 我肯定没吃过 自己不承认 你是不老实的 是你不老实 你忽悠我 那我 如果那边有的吃过 干嘛跑到这边吃这个 那我鬼知道你